所以我们真的比较经典之后才知道 极乐世界是所有佛刹当中 我们最容易去的一个佛刹 就好像读大学嘛 所有大学您要去试试看 一比较 原来极乐世界这个大学最容易进去 要求不高 只要求信愿性就好了 同时进去之后 您发现到那边 无论是学习生活等等 都是最好的 现在呢 要提醒自己 眼睛只要睁开 马上就想到阿弥陀佛 您今天早上起来眼睛睁开 是不是想阿弥陀佛 是啊 晚上睡觉之前 这个当中呢 都尽量地多念佛 越长越好 您念得越多 消的业障也就越多 关经说得那么清楚 至心念一句佛号 能够消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同时佛也跟我们讲 念一句佛号 能够消八万亿节 生死重苦 三十七年里面就讲这句话 所以既能够灭罪 又能够除苦啊 原来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佛 因此 对于别人的是是非非 能够不需要知道的 就不需要去打听 能够不需要听的 就不要去听 能够不说的 就不要去说 能够不想就不要想 要想要说 想什么说什么 阿弥陀佛 这个歌好 所以让我们的思想 越单纯越好 故常曰极乐之庙 守在同居也 极乐世界 为什么被十方诸佛 共同赞叹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 极乐世界 光是他那个凡圣同居土 就已经很特别了 在这里呢 是把现一报啊 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下面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方面 法藏成佛 好阿弥陀 成佛以来 于今十节 这是讲道 现正报 阿弥陀佛呢 他成佛之前 是菩萨身份 德号是法藏菩萨 他成佛之后 他所用的这个佛号 是一切诸佛 共同的名号 阿弥陀佛 翻成中文 就是无量寿 无量光 无量觉 土为身之所依 顾名依报 佛是能依 顾名正报 这个一啊 就是依靠 有土肯定是先有身 也就是先有人呢 没有人拿着来的土呢 佛是有三身 其实我们大家也有没有三身呢 应该都有 佛不但有 他还恢复过来 法身 报身 印花身 我们现在是什么身呢 可怜巴巴的 裂印身 真的这个身体 稍稍不把他照顾好 他就会怎么样 出大问题 下面再来做一个详尽的说明 这讲佛有三身 第一个是法性身 简称法身 居 长极光土 所以法身呢 就是指的法性身 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嘛 就称为法身 那么法性身 说实在的 就是长极光 身是长极光 居住的地方 也是长极光 所以身土不二 什么是长呢 不生不灭 永远不会变 就称为长 即是什么意思呢 清静即灭 人家心里面 没有一点点执着 没有一点点分别 也没有一点点妄想 我们为什么放 这个妄想分别之处放不下 都把这些假象 当作是真的 金刚经已经说得那么清楚 凡说有象 皆是虚妄 所以哪一天 我们把妄想分别之处 全都放下 您这个法身就恢复了 到那个时候 您身上的光 是变造一切诸佛插图的 不但可以自力 达到圆满 也可以帮助一切 有缘众生 赶快回头 说真的 尽虚空变法界 不晓得现在有多少众生 等着我们大家去 救把他们 可惜我们不知道 耳朵听不到 眼睛也见不到 这些苦难众生 使法界里面 哪一道的众生最苦 地狱道 一般我们为了要照顾初学 就没有讲地狱恶鬼那么多 为什么不讲这个呢 大家没看到 没听到 我们说这些 他们都认为这是迷信 有些话真的是 他不明白 您怎么跟他讲 他越听越不明白 等到他哪一天 善根福德 真的是达到一定程度 您再跟他讲 他就愿意接受 所以佛奖金 也是要做到关机 该说毫无保留 不该说 那就要等 等待机缘 我们要晓得 整个宇宙当中 很多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的 太多太多了 听说最近南亚某个国家 他们这一个接收器 收到38亿光年前的 一个电讯 信号 38亿光年之前的 一个信号 发到地球来了 就有一个网友 提出他的一个见解 不要回答他 他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呢 他可能怕 他不晓得是谁发过来的 也不晓得他什么用意 可是您光是知道 这个信息发过来 您还要破解 是不是 你把它要解密嘛 你还要知道 那个外太空人 他到底发什么信息 他到处发 那我们刚好 这个地球 这个角度 那个机器 收到这个信息 好了 就算是您破解了 再发回去 那对方要等多久 才能够收到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 就算您发出去 他收不收到 都还是一个问题 都不晓得 那个信息里面的众生 还在不在 不要说38亿光年之前 38年之前 那都已经变化很大了 我们地球一直在自转 又在公转 对方也在自转 也可能在公转 都在动嘛 所以整个宇宙当中 那些奥秘的事情 说不完 那你到达基督世界 这些事情 通得多清楚 所以大家赶快称佛 才有这个能力 本事 度众生 这里 甚至 太产 ocumented Tudo